大家好,我是Hidy 最近不約而同收到很多觀眾朋友DM我 Hidy,你有沒有什麼收毛孔的產品推介? 所以今天我就決定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經驗 關於毛孔、關於收毛孔這個範疇 對於毛孔這件事,我真的有一點自信心 在這個輕熟肌膚、中女的年紀 我的毛孔細緻程度真的不錯 給近鏡大家看看 在這個距離看,大家看到我的皮膚狀況是不錯的 上粉底很少有卡粉、浮粉問題 再拉近一點 不多不少都會看到毛孔的出現 但不嚴重,也沒有粉刺、黑頭的問題 可能你會覺得髒化妝,當然 我最近也上載了一條粉底實測的影片 大家可以看到我掃眼時的close up效果 很多人都會問我 你是不是用了某一種產品 令皮膚毛孔這麼小? 或者你是不是做了某一個面膜 令皮膚這麼小? 可以介紹一下嗎? 所以今天就跟大家解構一下我的毛孔小秘密 看影片之前記得按訂閱和旁邊的鈴鐺 還可以追蹤我的Instagram 有什麼值得買好用的東西大家都不會錯過 我們要解決毛孔粗大的問題 首先要想一下為什麼毛孔會粗大 如果你是乾肌的話,隨著年紀的增長 你的新陳代謝越來越慢 膠原蛋白一路流失 角質層慢慢失去水分 然後鬆弛看下去就很大 然後如果你油性肌膚的話 你的油脂很旺性的分泌 然後塞在毛孔那裡 越塞越大、越撐越厲害 就算你清掉它都好 你不收回毛孔 它永遠的洞這麼大 你又越撐越多東西的話 毛孔就一樣粗大 所以呢 我們要知道自己是哪一類型的毛孔粗大 才可以對症下藥去解決這個問題 除了這件事之外 我也收過觀眾朋友跟我說 我是這幾個月突然毛孔變大 之前從來都沒有這個問題 那你就要留意一件事 我們的皮膚其實很反映到身體的狀況 譬如最近你會覺得自己特別暗啞 毛孔特別大的話 不如想想 是不是太夜睡 喝得不夠水 生活不檢點不健康 或者是吃得太多煎炸東西 如果是的話 那問題就解決了 只要你早點睡 喝多點水 吃得清淡一點 這個問題就可以很快速地解決到 然後第二件事我都覺得非常之重要 就是關於皮膚的清潔 老身常談每次下妝都要落得徹底 就基本了 記住 就算沒有化妝也好 只塗了防曬都要下妝 在我的習慣 下妝和洗臉是兩個不同步驟 有不同的作用 下妝當然是射走面上的化妝品 防曬 然後洗臉才是真真正正清潔我的皮膚 所以下妝後 我一定會用一個比較溫和的洗臉產品 去清潔 再度清潔我的皮膚 這樣才會覺得乾乾淨淨 我知道大家為了修毛孔 無所不用其極了 覺得自己一定是太髒了 所以做很多深層清潔 做很多磨砂 其實不用多 每個月一次就夠了 我們的皮膚是有週期的 每28天都會代謝一些老肺角質出來 所以做一次磨砂或深層清潔 就可以幫忙清垃圾了 然後早上大家都會知道 我用一個去角質化妝水代替洗臉這個步驟 因為其實不會有太多太髒的東西 要用到這麼厲害的洗臉產品去幫忙清潔 所以我們純粹是抹走 晚上可能排出來的一些油脂 一些小小的污垢就已經夠了 你之後的護膚就會更加吸收了 所以皮膚清潔這一環 我們要拿捏得很好 卸妝要卸得徹底 但不要過度使用一些磨砂或深層清潔的產品 然後就是關於臉產品 我們先說針清 因為很多朋友都跟我說 他們做完針清後 黑頭是沒有了 但很快就回來 或是毛孔越來越大 其實大家做完針清 記得要做更多 是比平時多幾倍的保濕 因為毛孔 他們都拿出髒東西出來 如果不加水分 讓它慢慢回復彈性 收回的話 孔永遠都會在 那些髒東西又會進去 甚至乎入了一些大顆的 就會將毛孔越撐越大 所以你們就會發現 針清後的情況好像沒有改善過 所以大家記得要做多些保濕 還有一個方法 我自己都覺得挺有用的 其實拿大家用開的產品 轉一轉用法 有機會都可以幫到手 特別是針清後 你拿一個密實袋 然後一個化妝棉 放進去 然後倒一些保濕型化妝水 然後呢 看到底部有少許水 讓它吸收了 圓圓圓圓圓的吸收 洗澡前 把這個密實袋放進冰箱 當你洗澡後 要用皮膚化妝時 拿出來 敷在臉上 它不會過分冰凍刺激皮膚 但是呢 有少許涼滲滲的感覺 就剛好可以做到保濕和修毛孔的功效 不需要一些很貴很貴的產品 我知道有些朋友很節省的 你們經常買一些很貴的產品 但是呢 用起來十同 不想那麼快用光 所以呢 用少一點 攤長一點來用 希望這樣可以用久一點 但其實這個概念 是沒有那麼好的 因為呢 你用不夠一個份量 你是發揮不到這個產品 最大的效用 不可以吸收到它們的成分 那些皮膚 你想想一下 薄薄的 很細的 很適合一層 和你真的塗到一個適當的類型 是真的相差很遠的 所以如果你真的買了一些很貴的產品 記得 用了它 千萬不要浪費了它 然後呢 就是關於Laser Facial 如果你的毛孔問題 已經嚴重到一個無藥可救的地步 不如不要想到產品了 直接投資在打Laser那裡 因為我有朋友 他本身也有毛孔問題 他每個半月都去診所打一次Laser 效果是蠻漂亮的 素顏都好 皮膚都是白白滑滑 沒有什麼毛孔 但是缺點呢 就是一來貴 每一次都要六百多元 然後第二呢 就是你一定要保持無止境地打 他試過過三四個月 毛孔是回來的 打回圓形 皮膚又變粗糙一點 所以呢 是忍不住一定會打回 但是診所呢 我就不推介了 因為我自己沒有親身去過 我就不想亂推給大家 我也是看到朋友做得不錯 純粹分享他的經驗給大家聽 我知道大家看這條片 一定很期待我拿一個產品出來 告訴你 買了它用了它 你的皮膚就會很漂亮 你的毛孔就會很小 但事實真的沒有那麼簡單 皮膚是要靠你日常的生活習慣 以及你的護膚習慣 慢慢建立一個健康的情況出來 正所謂預防性於治療 在問題發生之前 真的要做多些保護的措施 用多些美好的產品 做多些保濕 是有效過你問題發生了之後 你用更加多的心機 更加多的時間 更加多的錢 才能解決到問題所在的 所以今天這條片 我沒有特地拿一個產品 告訴大家 你買了它就有用 因為當我自己的毛孔問題 嚴重一點 我就會早點睡 喝多點水 做多些保濕 以及用一些涼滲滲的東西 令皮膚盡量收細一點 總之就是做好生活習慣 和護膚習慣 就已經可以解決到這個問題 所以 世界上真的只有懶的女生 是沒有不漂亮的女生 希望大家不會覺得 今天這條片太廢了 我也是用自己經驗之淡 想告訴大家 不一定要買很多很多很多的東西 純粹你要做好 就是你自己的生活習慣 和護膚的東西 一定要勤力做 不要今天做明天又懶 後天又不做 只是買回來就算 真的會沒用 這樣是浪費錢的 對 希望有少少參考價值給大家 如果你喜歡今天這條片 記得按LIKE 和Subscribe我的頻道 我每個星期都下載兩條新片 逢星期六天到三天 星期日到12點 我們下條片再見 Bye Bye